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有一句俗话说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合理 但是呢 在我们的社会里却的确可以看到 不少人呢 常常仗势欺人 伶牙俐齿 处处不让人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看到很多的人 以低姿态 谦虚的态度来待人 那么谦虚的人 是不是很吃亏呢 让我们恭祈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专门欺负善人好人 专门找着好马骑 坏马我不敢碰他 不敢骑他 在我的周遭的 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弟子 好的 所谓好的 也就是呢 容易接收我的 宗告 或者是呢 容易啊 听懂我的话的人 像这样的人呢 我常常找他们 另外呢 有一些人呢 我经常在背后骂 不是背后骂 在人后骂 在人前也会指责 有一些人呢 在人前不能指责他 在人后 也就是在其他的背后 当着他个人的时候 也不能够指责他 因为这些人呢 你一指责他 不得了 他不一定 不接受你之外呢 还会恨你一辈子 那有的人 就是好人 就是说 他听到我骂他呀 他非常感谢 感谢的跪下来 甚至于流眼泪的感动 认为被骂得好 除了师父骂 没有另外的人骂了 昨天晚上 我还骂了一对夫妇 骂完以后 他们两个人呢 跪下来 感激 感谢师父 但是呢 这种人是很难见到的 随便看到一个 不听话的人 不受教的人 你骂他 不得了的 已经不受教了 你还能骂他吗 已经不听话了 你还能骂他吗 那只有求他了 往往遇到啊 那一些人呢 相反的一些人 我就要说好话 我要采取低知识 常常要说对不起 甚至于要我跪下来 我都敢了 为什么 必须要跪下来 求他的时候呢 他觉得 哦 师父已经呢 承认错了 我想我要可怜师父了 那就接受师父的意见了 所以 好人 有人骑 好马 有人骑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专门欺负好人 专门呢什么 这么骑好马的人 但是啊 好人 好马 是不是吃了亏了 这个问题是在次 比如说我昨天呢 那对夫妇 我在不了解他之前 我不敢骂他 他 非常的坦诚的 来 告诉我师父 他自己是怎么样子的需要师父的帮助啊 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弄到这个样子 是痛苦不堪啊 如何的请求师父来帮助 我这个时候呢 用软话 用 这个劝的话 没有用的 要下猛诱 才能够醒的 骂了以后啊 就 感动了流眼泪 那么像这样子的人 骂了是有用吗 有用啊 他被骂了以后 他的人生 就转利点啊 就从此开始 那有一些人呢 你给他劝都不容易劝啊 求都不容易求的上帝 那这一些人 我大概不敢碰他 我见了他 我没头发 你好吗 你真好耶 我只有这样子 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 你要 这个正面的 你说 你大概是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 你这样子不行啊 我怎么不行啊 他们不行啊 我们有问题 都是他们有问题啊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只有说 啊 是 是 你 你对 你对 人家是有问题 这个 我们大家来想办法吧 一起来改善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像这种人 他自己得到的利益吗 得不到 只有临时一时间 感觉到 自己 很有尊严 自己呢 很 能够有自尊心 这是一种虚荣的自尊心 不是啊 真正的 自己呢 名副 其实的 一种自尊心 所以 这种人 是好人呢 还是坏人 对我来讲 无数位好坏 对他自己来讲 是个坏人 因为他自己啊 没有办法 得到好处 得到利益 而 自己害自己 自己整自己 自己 使得自己痛苦 使得自己的 使得麻烦 甚至于 一辈子 没有希望 转变 为什么 他很强啊 所以是呢 是这样子的人 因此 我要下面要讲的 一个谦虚的 一个 能够 忍耐的 能够啊 接受 其他的人呢 警告 或者是 劝告 或者是 深度一致骂的 这种人 是非常好的 孔夫子都说 闻过 这喜 有这 改之 无这 加勉 这样 非常好啊 人家 对我们的批评 好不好 都是 感谢 那你 真是 是一个 大菩萨 受益者 如果经常啊 自己 让人家一看了 就害怕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 人家 不敢 毁你的嘴 那你这个人 直接 要想 我是一个恶马 我是一个恶人 因为人家都不敢碰你了 在这种情形下 你得到的益处是不多的 还有一点呢 如果说 我们经常啊 被人家欺负 欺负 欺负的 有道理 而是自己 心甘情愿地 被欺负 这是 菩萨行者 如果说是啊 自己被欺负的 莫名其妙 而且被欺负的 人家 不知道是欺负你 你自己也不知道 是被欺负 这个才是啊 愚蠢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不论是哪一种宗教的教徒呢 几乎时时都在修行 也常常需要祷告 譬如 天主教徒在吃饭前跟睡前祷告 回教徒呢 每天礼拜五次 而佛教徒在每一餐吃饭之前也要祷告 不过他的方式跟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 那么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作为一个副教徒啊 时时刻刻 不要忘掉了众生的烦恼 众生的苦难 随时随地啊 想到 这个世间呢 是苦海 净途 不在我们这个世界 而子季呢 但愿能够啊 学习啊 菩萨的精神 学习啊 佛地态度 佛地态度 使菩萨的精神 是有智慧的 是有慈悲的 有智慧的人 子季是没有烦恼的 有慈悲的人 是不会啊 对环境奢望 和啊 对他人呢 怨恨的 因此 在华言经里边 有一个叫进行品 华言经的进行品里边呢 在 告诉我们呢 作为一个 已经乏了心的 出法心的 或者已经乏了怨心 要学菩萨的人 你在任何时间 都要讲到 当愿众生 比如说 在吃东西的时候 当愿众生怎么样 要上大小便的时候 当愿众生怎么样 要洗手的时候 当愿众生怎么样 随时随地啊 是法的什么心啊 是慈悲心 因此呢 我们的 作为祷告 其实多半呢 就是在发菩萨心 在发菩萨愿 不是啊 在祈求啊 佛啊 菩萨啊 你给我钱啊 你给我 你给我名啊 你给我地位啊 你给我顺利啊 你给我什么啊 不是求这些 而时时刻刻 想到 自己不要有烦恼 时时刻刻 要告诉自己 是要为众生 这想 这是慈悲心 提起慈悲心来 你自己本身 就没有烦恼了 你自己本身 一定只有智慧的 所以是我们呢 呃 有 这个 呃 有几位祖师们呢 编了 有出家人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 经常要念的记者 或者是念的咒语 这名字叫做 皮尼日用 皮尼的意思啊 是戒律的律 也是生活的规律 里边呢 在任何一个时间 你都不要忘掉 你要度众生 你不要忘掉 你自己现在的身份 这个是啊 这个作为一个副教徒 是一个大圣 副教的精神 比如说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是供养 因为 我们呢 能够有饭吃了 能够听到福法 用福法 在修行呢 我们呢 感恩三宝 感恩呢 众生 感谢如何的表达呢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东西吃 但愿呢 我把我所有的东西 奉献给三宝 我有东西吃 但愿一切众生 也都有东西吃 是这样子的 这个念的 是啊 赞叹 是供养 失啊 不失 的意思 比如说 最简单的 怎么念呢 比如说 在吃饭以前呢 说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吃完饭了呢 饭是一切 也就是说 吃饭已经吃完了 当愿众生 所作接办 具足福法 也就是当愿 所有的众生 都修行修完成了 他跟佛法完全相应 所有的佛法 他都具备了 那等于是成佛了 所以是 这个 我们在 做任何样式 的时候呢 先要想到的是众生 不是想到了自己 这是啊 大圣啊 佛教的精神啊 真正的一个佛教徒 是啊 很少会想到自己的 都是啊 要想到 众生 如果你想到众生啊 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会成长 你自己是不是会健全 你自己是不是会进步 你自己会不会努力 你自己会不会健全 你自己会不会健康 一定会了 因为你为了要奉献 你为了要照顾 为了要关怀 那么多的众生 你一定是啊 打起精神来 全力以赴 你一定是成就 最多的是你 最近我看到报纸上 有个小女孩 只有十来岁 她因为她的母亲 离开了家 而她的父亲还病 她的弟弟妹妹还小 结果呢 她自己在单夫妻啊 照顾父亲的病 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 她直接还在读书啊 学校里边呢 是啊 有优良的学生 像这样子的 女孩子啊 我想不是今天才看到的 而过去也常常啊 会发现啊 这样子的人 我认为这个女孩子 正是一个大神菩萨 行菩萨行的人 因为呀 她自己呢 单夫妻做母亲的责任 也单夫妻做妻子的责任 也单夫妻家庭的责任 而最后她自己是最优秀的人 所以这样这个女孩子 是最成功的 因此呢 我们佛教徒常常说 愿众生愿众生 如何如何的好 其实到最后 最好的是谁 成就的最快的是自己 用这样子的心来成就自己 这不是自私心 这是慈悲心 阿弥陀佛 您好 很高兴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 跟您见面了 在中国呢 佛教徒向来有一种 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观念 他们以为修行半道呢 是出家人的事 而布施供养呢 则是在家人的事 那么究竟这种想法正不正确呢 让我们恭请摄业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这句话 这个问题 这个观念 适时而悲 也可以说是正确 也可以说是不正确 所谓修行半道 这句话究竟是指的是什么 布施供养 这句话究竟是指的是什么 如果说修行半道 就是关起门来 在寺院里面呢 专门在念佛 拜佛 打坐 送经 其他的事情什么也不做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那的确 最后出了家以后呢 什么事情都不做啊 可以做得到 其实在家人 如果啊 自己有一点退休金 也可以办得到这样子的 半道 所以修行半道的一种生活 不一定是出家人呢 能够这样子做的 另外 所以布施供养 是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仅仅呢 是指的 用钱 用食物 用啊 种种的物质的布施啊 来供养三宝 而 布施啊 用其他的东西供养 那大概是啊 在家人能做 因为出家人 是生物 藏物 他没有指寄私人的财产 他没有办法 用啊 金钱 用啊 作物品 来 做布施供养 因为他自己没有钱 如果是他也有钱 也有物品 都是人家布施过来的 布施过来 他是做 转布施 不是他自己 赚了钱 或者是生产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深一层的讲 修行半道啊 修行修的什么行 修行呢 是修理 修正 或者是修正 我们的生理的行为 就是身体的行为 我们的语言的行为 我们的头脑的思想的观念行为 这用符法来帮助我们呢 修正我们自己的偏差 这三种行为 我们叫做身口意 三意 也就是啊 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和心理的行为 那在家人就不能做吗 在家人同样的可以啊 用符法 来帮助自己 就证自己的身体的行为 就不要偷 不要杀 不要邪淫 还有呢 不要妄语 还有呢 不要贪 不要撑 不要邪见 这在家居士啊 五届十三里边的 这些项目啊 在家居士都可以做的 你怎么能够说 修行办道 只有在家 出家人在办呢 在家人就不能办了呢 另外还有 修行办道啊 这道是什么道 道 有个人天道 做人的道理的道 修生天的道 还有呢 正欧罗汉国的 就是小圣的 声文道 还有呢 是大圣的菩萨道 那究竟是 你修的什么道呢 办的是什么道呢 如果说是人间的人道 那在家居士都可以做的 生天的道 在家居士也可以做的 如果小生的 声文道 那是要出家 以后才能够 证乎罗汉国 这一菩萨道呢 在家居士出家的 这个 圣众啊 都是同样的 可以信菩萨道的 说不同的 在家居士 要为自己的生活 为了家族的生活 而忙碌 他没有办法 用专制的 专一的 专门的时间呢 来修行 所以是 以修行 佛法 来 作为一个副义 而不是呢 专一的 那么这些出家人呢 这全部的时间呢 都是在 修行佛法 所以是呢 这个 这两种 可以说 有的呢 在家居士 都可以修行半道 有一部分呢 没有出家的 僧众啊 僧尼啊 他修行半道的深度 比较啊 在家居士呢 更尊敬一些 这个事呢 出不同的地方 这一再将 布施 供养 如果说 仅仅是 物质的 金钱的 那 没有错 是在家居士 可以做得到 出家人 打得不容易 可是出家人呢 能够布施的东西 还是蛮多的 出家人 布施什么 布施慈悲 不是佛法 不是智慧 不是方法 不是观念 不是啊 对人的指导 不是啊 直接对人的关心 这都可以布施了 现在我在这儿 电视上讲大法股 我并没有拿到钱 我不是为了报酬而来 这个主持这个大法股这个节目 那就是在布施 所以是布施 供养 出家中 也是一样的可以做啊 因此 所以说 如果仅仅呢 非常偏下的 说是出家中 得修行半道 再加中 布施供养 是可以了 但是生意诚的考察 这两句话 实在不究竟的 这两句话 不完全是对的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